印度咋了 今天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我认识一些印度人 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通俗易懂的 快速讲一下是咋回事 先明白俩教 印度不是有那种头上带头巾的吗 那些是印度的西克教 而莫迪所带的是印度教 讲种姓制度的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在加拿大有很多的印度人 最近发生个啥事呢 在当地的西克教领袖 被暗中咔嚓了 据说是印度特工干的 有报道说是猜测 也有的说加拿大那边已经实锤了 咱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吧 之前莫老都要给自己家改名字了 确实有正教合一的意思 我还是想起了星宿老仙 法力无边的 所以咱就是说个段子 我这么一说 你就这么一听 这事还真没准就像加拿大说的那样 那加拿大说了扯不扯 怎么能在我们家的地方随便动手咔嚓人 毕竟那位主教还是领袖的 可是常去待加拿大的 也算是加拿大人了 于是特鲁多就表示不满了 然后印度就绝不承认是他们干的 所以就相当于是互相叫嚣了一下 加拿大宣布 驱逐一名印度高级的外交官 印度随后也说 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 互相较量了一下 明白了吧 大概就这么回事 目前就算是僵持状态吧 那么其他人啥态度呢 大家猜一下 我跟你讲 美英澳等西方国家 多半不会轻易战队 为啥呢 加是自己的盟友 印是自己一直努力拉拢的对象 在宏观地缘 CC棋业局当中 印度扮演着关键角色 它不仅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全球人口最多 对西方来说 也是对抗咱们的潜在堡垒 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这几个地方 目前就是表示关注到这个事情而已 最多就是说表示关切 没啥实质的 印度会不会退让呢 我估计轻易也不太会 毕竟加拿大是一个 与印度并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 未来的这场争端如何演变 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 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博弈趋势 其实我觉得吧 印度和西方的问题早有端倪 迟早会出问题的 印度呢自身的种情问题 管理制度问题等等一直都存在 它还非要跟着西方走 这就好像一个人穿了一件 不合适自己身材和气质的衣服一样 这里边当然离不开美国 这根小水棍了 一方面想要在背后统领全局 利用印度的体量牵制我们 另一方面呢 想一出是一出 自己大放水又关水龙头 波及印度了呢 就当你是韭菜管你那么多 说起来呀 要是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 谁搞那么多事啊 但是印度现在的状况 包括经济等都不如人意 他也想转移矛盾呢 还好他看得出来我们不好惹 就在自己内部这个叫 那个叫的矛盾处理一下 转移一下注意力 总之印度和加拿大的这个突发状况 我猜美国人可能是没想到的 对他的计划也是不利的 他不希望这场争端 会被解读为 两个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南北对抗 大西洋大国与发展中国家之争 更不希望其他国家将开始面对 在加拿大和印度之间选边站队 但是要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 都是有原因的 与其说没想到 不如说是没计算好 没想到棋子会思考 韭菜会长脚 我话就撂这儿啊 就目前西方的状况 生活成本蹭蹭上升 没降到什么具体的措施 只会导致社会矛盾逐渐加剧 未来还会出什么幺蛾子呀 美国是时候重新计算一下了 要知道计划不如变化快 别光关注乌克兰眼界要打开一点了